一年前因言获罪被重庆市劳教委宣布劳教两年的重庆村官任建宇 最近成了中共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令人惊奇的是中共多家媒体对劳教制度提出了批评 中共官员也暗示劳教制度存在问题正在研究改革方案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种种迹象似乎预告当局力图避免加剧民众在十八大前夕的负面情绪 同时也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释放所谓拓展舆论空间的信号 不过评论分析人士多数认为不能对中共的改良抱持任何的幻想 十八大后取消劳教的预言恐怕吓得过早 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10月10号开庭审理了任建宇状告重庆市劳教委一案 这一案件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代理任建宇劳教案的北京律师蒲志强18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重庆方面当天已与任建宇本人进行了接洽 重庆劳教委有望就他的劳教决定做出修改 现年25岁的任建宇大学毕业后 于2009年获重庆市选派出任彭水县立山镇村官 去年4月至8月任建宇因为在微博上转发时政评论信息100多条 被重庆劳教委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劳教两年 司法部门司法研究所所长王公 18号在纪门决策论坛上表示 目前被劳教人员数量有6万多 被劳教人员最多时达到30多万人 而大陆的官方媒体近来罕见的对劳教制度提出了批评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针对判处任建与劳教一案评论说 因发表批评性意见就被判刑 这种惩罚与言论自由和法治国家的原则相抵触 是过时的做法 《新京报》更一针见血地说 如果照这样的标准就可以实施劳教 全中国5.13亿网友有多少会被送去劳教 这个数字恐怕没法统计 新华网则借用多名学者的口气指称 废除劳教天不会塌下来 张赞宁律师指出 这可能是新领导班子意识到了 劳教是超越法律的恶法 才允许媒体做出这一类报道 巧合的是 就在任建与案开庭的前一天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 中共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江伟承认 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 他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独立评论员李善建则表示 这表明中共内部已经意识到 党和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强烈 如果不舒缓就会出大事 这是他们想疏解矛盾做出的试探 李善建认为不能对中共的改良 抱任何幻想 特别是涉及到他们个人利益的时候 尤其是涉及到执政合法性的时候 中共政权是没有什么底线的 这个党为了自己的生存 他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他哪天他要提出搞民主 提出什么 说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 他也是为了生存的一个必要 但是呢 即使他今天搞了民主了 明天他觉得他为了生存 他要拿起屠刀的时候 他绝不会犹豫的 李善建还指出 历史证明在保留中共生存的前提下做改良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的出路是必须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